我就是说 传统的方式就是抢习百世 抢黄碧红他们 抢 刚才我没说完啊 就是那个叫那个叫什么名字 自生自灭 啊 自生自灭 那是第一张 后来我觉得 看了个 不行 另外产情一个 就跟那个差不多 但是他 他没有这个里面的问题啊 找了一个 同样大 同样大 我都没打开过 而且你看 你谈到那幅画 来得可以 这个地方就有一段嘛 有一段安排就可以 我也实际上想的 这个地方 哦 好 好 当然我还希望 从你们这里开始 我就开始画画了 我当然希望 你看我这些都在做准备 这个样子 这个已经不能用了 基本上不能用 这些 好 这是我现在做的笔 这个 他跟我做这个笔 他要画 哦 哦 有声音上最早的事情啊 就这个画为什么能够产生出来 嗯 对 对 哦 这个 这个是很早的事了 嗯 可是很有意思了 我从美国回来过后 我87年从美国回来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这个画就没法画了 因为看着画太多了 嗯 觉得不必要画画了 嗯 画太多了 嗯 美术作品太多了 嗯 我们画一点东西没有什么意义 嗯 尤其中国画 当时我就感觉 不行了 开始还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嗯 因为你这个井底之蛙嘛 嗯 你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你不懂嘛 嗯 后来慢慢才知道 过去的自己 画的东西 都没有意义 做这么多年的画 其实都是在一个方式 一种方法 一种背景下面 做的东西 就是维持生活的 还认为是艺术 我一定要画一种 没有的画 嗯 这是 这是 这是起码的要求啊 嗯 对我们来讲 这么大个世界 这么多画 都要画个没有的画 这画才有意思啊 这个李华生他妈妈都不画画了 这个两年三年不画画 他吃什么东西啊 大招式傍晚的时候很多乌鸦 什么鸟啊 这很美啊 我再来看 我再来看 这一些那个喇嘛 就以千层线这样 从那个杭道 那边是大招式 我在那个上面看 小喇嘛好进去了 不久就发出一种声音 我再看 哦嘛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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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不断地重复地念 哇,很震撼 就是声音嘛,那种力量 低沉的,一种这个力量 这话呢,回来给我还不行 有一天,这个上面摆了一张纸 我将来会找到,现在找不到 这么一个小的纸 那个小的纸是我认为那个纸有点意思 这个纸是好像里面有一些那个 是我忘了,是自己作的一些纹路啊 还是,还是已经是这个纸了 我呀,还是觉得这个动作太多了吧 这样话,还有很多穿插呀 很多这个书迷的关系呀 还得讲这个东西啊 讲这个,这个太简单了 时间就为了我们每个人珍惜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从时间联系起来的 你看,很多人他就不知道 所以你懂了,你来找我了 你知道这个道理好深刻的 好简单的问题啊 我们的生命的流程就是时间了 那么这一根线,一根线的这样做下去 还有一个重要的,对于我来说 我是在保留时间 你看这个地方怎么样 我在过我的日子 我在画我的线条 我在记录我自己的时间 这就是这个木刻的刀痕 刀痕的东西 加强记忆,写生就是 这个学的时候一定写一写生 写几天就不要画了 就用脑子记忆了 念不好,一定要扫除 尽量扫除 其实有时候抽烟是个习惯 要记掉很难 你看我们现在要记掉 传统化也很难啊 哎呀,很难啊 完全把传统化记掉 也很难,因为画了一辈子 起码画了三十年 抽象画才十多年啊 拿去后,他们安排 就把我安排在这个 吴冠冲啊,这个什么 张丁啊,这批刘国松啊 这些名家的那个前年 我当时一看这个画的 不对啊这个 这个我这个画的 跟这个不能够在一起的 我就拿下来 就拿一个车子 就装上,就推 推去找我的地方 就是我这找 我就摆在那里 结果突然一天 那个突然来了一个人 就是石鲁的儿子 我不认识 他这个拿着这个,他的画 我这个推在中途的时候 我这个画就一张一张的合起嘛 他就拿他的那个包包 动,就放在我这个画上 哎,我说你怎么搞的 这个,这个你不能这样 这是我的画,这是我的作品啊 啊,这是作品啊 哦,我说是的 哦,他说对不起,对不起 他拿下来 拿下来他一看 哦,我说这个有意思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哦,这个有意思 哦,这个有意思 后来我们玩的可以 还有照相啊,这些那个时候 音乐 音乐 很会儿 哦,这个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